张奇老师 其实我也是慕名而来 但是我慕名而来的话 还是有个理由 因为从我们公司 有一个员工辞职了 辞职之后呢 上了你的课 然后呢成功地创了这个品牌 成功地创了一个品牌之后呢 成功了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是想我也加入你 能不能用你教我的方法 打败你教的那个学生 我们是做美业的 做媒体内衣这块 又是做美业的 对对对 我们一直的话 过去是四年做的是信下 我们所有的客户 都是美容业加盟 通过美容业卖 是吧 然后前面说的那个故事 是真实的 就是你的员工听了我的课 然后呢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 现在跟你竞争了 做得还不错 都是挖我们的客户 这个老板是一把泪踢 一把眼泪的啊 我跟你说 你不成长 你的员工想成长 他就会走 就是你的企业 没有稳定的团队 就没有稳定的客户 没有稳定的团队 就没有稳定的业绩 所以老板经常跟我说 说张老师 有没有一堂课 可以让员工忠诚于我 你问这个话 就证明你是清朝创业 回来的 都什么年代了 还谈忠诚 就是价值 所以一个企业的员工啊 他追求三个感 成长感 归属感 和成就感 所以员工怎么不离开你的公司 是因为在这个公司 有成长的空间 有增长的空间 所以记住啊 你公司有野心 有想法的员工走了 一定是你的公司发展太慢了 你满足不了 优秀员工的发展 你的员工 就会自己去找发展 第二个逻辑 以其让你的员工 在外面创业 不如让你的员工 在你的生态里创业 员工创客化 部门公司化 公司平台化 平台 生态化 记住这是必须的 小老板成为大老板的 唯一一条路 是孵化成就 更多的小老板 你就变成大老板 你没有办法 让员工不流失 你只有想办法 让公司持续的增长 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的公司在发展 在不断的长大 你的员工 跟不上公司的发展 那么是你淘汰他 可是你的员工 发展得很快 你不发展 就是他淘汰你 这个就是认知 这个就是基本的逻辑 如果你跟着我学 一定有收获